大家好,欢迎来到明星面面观 明明是天花板的制作,可长风度首播后的舆论风评却一言难尽 电视剧仅仅开播一天,就收获了一片差评,有吐槽颜值的,有质疑演技的 甚至在剧情节奏和后期制作方面,长风度都问题重重 显然,观众满心期待的王诈剧,开局不利,后续的内容更新更是压力山大 情节老套,制作敷衍,长风度情节平平无奇 单从剧情设定,人物属性来看,长风度简直就是另一个时空的清清日常 顽固风流的男主顾九思白静廷是其实就是清清日常中的影征 不同的是影征时刻意收敛锋芒,而顾九思则是在女主的影响下,开始读书学习,讨取试图 而在感情线方面,一样的先婚后爱,一样的追击火葬场 目前来看长风度的剧情看点完全在观众的预料当中 更令人失望的是,原著的故事虽然老套,胜在张力十足 可长风度上线后的节奏相当之慢 既没有拍出女主作为嫡女却被妾是欺凌的心酸可怜 也没有拍出男女主相遇之后欢喜冤假的CP感 说白了,长风度的情节看点有爆香,但拍出来却寡淡无味 节奏太慢,比起原著的戏剧性总是差了点意思 另外,长风度目前在后期制作上最大的问题就是离谱的BGM 剧中使用了大量的BGM,音量比主角说话的声音还大 全程都需要观众竖住耳朵看剧 有时候甚至会出现强行切换背景音乐的状况 你这是后期,还是KTV切割啊? 看得出来,长风度的上线非常仓促 从后期背景音乐的风格与剧情内容无法融合 音量过大,突兀切割等等问题就能看出 这部剧的后期制作相当粗糙 整个制作像是粗简厚的成品 大学生的拉片都不会出现这样基本的错误 或许是为了赶档期 所以长风度给观众一种后期极道键盘都敲出火星子的感觉 但其实抛开制作,演员的塑造有明显的问题 表演服于表面,实力派演员都能翻车 其实大多数的古偶题材对演技都没有过高的要求 但凡在古偶剧里能让观众明显感到表演肤浅的 那说明演技水准是真的一言难尽 长风度中的白静婷和宋毅都在稳定发挥 但在很多情绪重头戏上,两人的塑造都略显刻板 宋毅饰演的女主柳玉如被窃视麒麟 又被突然冒出来的男主顾九思毁了她嫁入叶家的愿望 柳玉如好不容易认命 结果再和顾九思大婚当夜 顾九思就提出日后合理 柳玉如这个思想还很保守的女人 彻底对人生失望 而这场戏里宋毅的哭戏 从刚开始的渐入佳境 到之后越来越过躁、刻板的表现 都让观众分分钟出戏 按理来说 电视剧长风度的一大看点 就是女主柳玉如女性衣食的觉醒 但宋毅情汤寡水的表现力 却没有凸显出曾经的柳玉如 半步就班 以相夫教子为人生首要目标的保守个性 换句话说 剧中的柳玉如天塌了 可宋毅的哭戏 焦滴滴就像是失去了一个玩具 眉头皱一皱 再含两嗓子 完全没有凸显出人物内心轰然倒塌的情绪 而同样表现力一般的还有白静婷 白静婷对各种戏份的驾驭其实没什么大问题 但是随着剧情的深入就会发现 顾九思越来越像尹真 不论是受限于剧本人设 还是演技塑造力 白静婷都没能演出尹真和顾九思的区别 长风度的剧情才刚刚拉开序幕 前期处在铺垫阶段 剧情平淡情有可原 如果后期能把节奏拉起来 长风度说不定能播出清清日常的成绩 何况 演员塑造再不济 长风度也只是一部古装偶像剧 就白静婷和宋依这对高颜值的CP组合 也有值得一看的地方 可惜的是 这部剧目前离爆款王炸剧离甚远 最后 你对长风度有什么看法 是否期待这部剧的后续内容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按赞留言加关注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按赞留言加筛 按赞留言加筛 音频主要